第四百三十七集 就在这时 传送阵的光芒突然爆起 一道道黑光直射天际 连地面的为之震动 黑衣武者面色一变 嗯 谁这么大胆 竟然为了节省一点时间而强行加速传送阵 能量过载 可能导致传送阵永久损毁 一旦出事 随时极大 到底是哪个家伙 敢敢如此胡作非为 黑衣武者心中大怒 左手一抹须眯剑抽出一杆长枪 准备当场琴下这个狂妄的家伙 然而光芒闪过后 阵法中出现了一个脸色苍白的黑衣中年男子 大胆狂徒 你可 啊 黑衣武者话说一半 硬生生卡喉咙里了 一时间他那一张脸呢 扭啊扭啊扭啊 都扭成阵法拼图了 大大大大大大大长老 黑衣武者完全结巴了 身为南海魔狱弟子 黑衣武者当然认识炫无极了 就算没见过本人 那也见过画像吧 而且眼前这个黑衣男子的气势 深不可测呀 也证明他是炫无极无疑 怎么会呢 宣长老不是在深海封锁林明吗 他怎么跑到南天狱分部来了 难道说 他已经被林明宰了 黑衣武者心念急转 像石化了一样 一动不动 而在黑衣武者身后 那几个三品宗门弟子 听到黑衣武者叫出大长老 全愣了 南海魔狱因为传承问题 分为几大宗姓 每一宗姓都有一个宗主 可是大长老只有一个 那就是南海第一人 炫无极 这个黑衣武者 难道就是炫无极吗 这等传说中的人物竟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要知道 他们平时连玄丹武者都没什么机会见到 更何况是像炫无极这样似从命运的强者 这对他们来说 那完全就是神 只是和他眼睛对视一眼 都感觉灵魂在发抖 不由自主的低头 不愧是南海魔狱第一人 红衣武者心生惊骇 只是站在炫无极面前 他都能感到压力 怎么似乎炫无极受伤了 不管是三品宗门的众多弟子 还是黑衣武者 都注意到炫无极身上有很多伤痕 一道又一道 浑身衣衫破损 鲜血模糊 毫无疑问 刚才炫无极经历了一场恶战 到底是谁啊 能给炫无极战到这种程度啊 炫无极出现后 先是吞了一颗丹药 然后二话不说 浑身就一掌轰隆 传颂朕四分无裂 黑衣武者眼睁睁 看着这一幕发生 可有点傻眼了 这干嘛呢 大长老 你 黑衣武者颤颤巍巍的说道 滚 玄无极一声爆喝 那黑衣武者身体一震 直接让阴波崩飞了 而后玄无极大袖一水 冲天而起 因为能量爆发而四散冲开的狂风 将那七八个三品宗门武者 吹得东倒西歪 修为弱的 浑身气血翻涌 受了轻伤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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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告诉我 这怎么是怎么回事 黑衣武者灰头土脸的爬起来 满嘴都是血 刚才炫无极那一声呵斥 震得他无脏受损 这还是炫无极没动用多少真元 否则直接就能把这黑衣武者给震成炸 黑衣武者怎么想都没想明白 这炫无极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了这么着急啊 为什么要毁了传宋镇 难道他被人追杀 不光黑衣武者这么想 其他人心中也冒出了这个念头 浑身受伤 运转能量强行加速传宋镇 毁掉传宋镇仓皇离开 这看起来确实像被追杀的样子 可这怎么可能呢 整个南海有谁有能力追杀炫无极 众人心中刚刚冒出这个想法 已经被毁了的传宋镇竟然又亮了 这这这 黑衣武者那双眼睛瞪得跟牛眼珠子一样 难道又要有人通过传宋镇出来 这不科学这个 这传宋这被毁了 这怎么可能完成传宋呢 如果之前已经发动传宋的 甚至可能迷失在空间乱流中 被空间风暴死成碎片呢 这这这这这太不科学了 这给黑衣武者吓得连科学都出来了 轰隆隆 雷声轰鸣 风云色变 方圆十里范围的天地元气 全部汇聚过来 形成了恐怖的旋风 一刀刀赤目光芒 冲天而起 大地震颤 一刀刀裂纹 如同猪王一般满眼 啊 这这这这真的传宋啊 黑衣武者那一双眼睛都瞪得要滚出来了 其他几个三品宗门武者也彻底傻了 就在这时候 绚烂的光芒攀升到了巅峰 而后他们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 就在他们十丈远的地方 空间发生了奇异的扭曲 接着一声轰响 半截红色长枪 凭空出现 就像撕裂步驳一般 把这空间给刺穿了 一刺一撕 空间出现一道一人高的裂缝 一个身穿蓝衣不履从容的青年 从空间裂缝中踏出 他浑身萦绕着火焰于紫电 手持红色长枪 犹如战神一般 但是黑衣武者完全惊呆了 传送阵被毁了还能强行完成传送 自己开辟空间通道到这儿 一枪撕裂空间塔风而出 哎呦 这是人吗 黑衣武者虽然只有先天气 可也算见识广播 他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能随手撕裂空间 自己开辟通间 自己开辟空间通道横渡虚空啊 这个人莫非是神海强者 不对不对 太年轻了 这看起来这才二十多岁啊 仅仅二十多岁 随手撕裂空间 他 他不会是四大神国的太子殿下吧 哎不对啊 就算四大神国的太子也没这实力吧 黑衣武者这脑袋呀 真乱成一锅粥了 就像那歌里唱的 就像那解不开的小疙瘩一样 而至于红衣武者 则是心头矩阵 眼前的青年虽然改变了气质 但是他依稀能从他脸孔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影子 他似乎是 林明 蓝衣青年出现 扫视众人一眼 似乎有点惊讶 不过他很快就收回目光 不再理会这些小辈 脚步一动 金棚破须身法展开 缩地成寸 以惊人的速度飞向远方 直追炫无稽而去 黑衣武者眼睁睁看着林明一步踏出去 就是几里的距离啊 就像顺仪一样离开 整个人彻底傻掉了 这什么步伐呀 顺仪 我没看错吧 我 我 这也不是魔兽世界 这也不是法师啊 那个人 黄衣少女抽动着嘴唇 那个青年看起来不比自己大多少啊 怎么会有如此实力啊 简直像是天神下凡 他就是林明 红衣青年突然开口说道 声音中带着一丝激动和敬仰 林明 黑衣武者张大了嘴巴 看他前进的方向 分明是追炫无稽去了 难道炫无稽是被林明追杀成这个样子 不仅是黑衣武者 其他武者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传闻林明被炫无稽困在了三万丈深的海沟 整整四个月 怎么反过来是炫无稽被林明给追杀呀 黄衣少女捂住了小嘴 一直听说林明的威力 百闻不如一见 今天见到林明本人 黄衣少女才知道 原来他已经尽自己所能想象出的林明 依旧远不如林明本人强大 把这消息 偷偷报告给宗门 不要被摩世发现 快 红衣青年突然醒悟过来 用真元传音说道 其他武者这才猛的一争 是啊 林明如果能追杀炫无稽的话 那么整个南海再也没有任何能存在与林明抗衡的人了 这岂不是意味着南海战争要胜利啊 胜利 几个三品宗门武者都傻了 这是一个遥远的字眼啊 自从魔神帝宫一意后 战时联盟迎来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胜利这个词语已经显得极为陌生了 几个三品宗门武者想会 几个三品宗门武者想着汇报宗门 南海魔狱的黑衣武者同样也不例外啊 他必须尽快将这个消息传回南海魔狱南天狱分布 就这样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几道传音符燃起 这消息如同潮水一般蔓延开来 林明 你 急速飞行的旋无机看到林明再度追来 神色大变 这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已经回去了传送阵 怎么追上来的 旋无机无法想象林明是怎么做的 这已经完全超出他理解范围了 林明一语不发 手持红色长枪直追旋无机而去 距离越来越近 旋无机在旋雷赤上流下的惊血之力已经慢慢用尽 此消笔掌之下 林明的速度比旋无机可快出的越来越多 十里 五里 三里 已经到了可以出手的范围了 林明 你不要逼我 旋无机发出一声怒吼 而就在这时 林明出枪 一枪刺出 空间扭曲 那灼热的焚星之眼爆发出来 灌出战灵这一枪 犹如青红横 灌尝天 轰隆 旋无机强行挡下这一招 身体一阵 口徒一缕鲜血 此时的真员消耗了五六成 和林明再战根本就有心无力 林明啊 我手中掌握着摩帝大量的秘密 你若杀了我 你永远得不到 哦 摩帝的秘密 林明微微一笑 哈哈哈哈 旋无机 我之前就已经说过 你滋滋以求追寻的东西 很可能在别人眼中 不过是弃之毕履的垃圾而已 摩帝的遗物对我来说 虽然有点价值 但也不过如此 而且他远远比不过杀掉你 对我的诱惑更大 所以 去撕吧 毁灭法则星辰之链 林明这一枪直劈下来 空间被撕裂了 方圆十里范围的天地元气躁动起来 那元气凝成一个个细小的碎片 像星辰之链一样运转 而后以旋无机为中心 飞射而来 闪避不及 那就是万箭穿心的结局啊 惊鞋之力 宣无机猛咬舌尖 再一次吐出一口惊鞋 现在他能倚仗的也只有惊鞋之力了 然而这口惊鞋刚刚吐出一半 旋无机这一张脸猛的抽动起来 屡屡动用惊喜 旋无机已经伤到他的本源生命之火了 在生命之火微弱的情况下 又经历长途奔袭 旋无机这一口溺血喷出 已经伤到了经脉 不 招式发出一半的情况下 突然中止 旋无机再也无力抵抗 以在身体为中心 无数天地元气凝成的能量碎片聚集在一起 轰然爆炸开来 旋无机惨叫一声浑身燃血 如同破不蛋一般倒飞出去 刚才那一击 旋无机身体内脏多出破损 经脉寸断 林明眼中闪过灼灼杀意 他此时其实体内能量也消耗了四五成了 如果旋无机再有余力的话 他很难完成这次追杀 放天 仿佛撕裂天空的一枪披斩出来 林明将能量运转到极致 一枪刺向旋无机眉心 在濒临死亡的一刻 旋无机硬生生扭转身体躲过了要害 然而他的右手连同肩膀一起 被林明一枪撕下 那燃血的手臂旋转着抛飞出去 顿时被锋利的空间碎片 撕成碎肉 虽然躲过了致命一击 然而旋无机已经游进登库 那死亡是必然的 身体一转 林明脚踩金棚破去身法 瞬间出现在旋无机身后 一枪直刺旋无机后心 刺 鲜血飞射 那红色长枪撕开旋无机的护体真元 刺入肉体之中 旋无机就觉得胸口一凉 红色的长枪透过旋无机的身体 那血淋淋的枪刃从旋无机的胸口探出 旋无机看着这燃血的枪刃 眼睛瞪得滚远 那一刻他就觉得一切声音都已经离他远去了 他不甘地握住那冰冷的枪刃 脸色惨白 嘴唇颤抖 这一枪刺穿的不但是旋无机的身体 还有他的野心 林明枪尸一转 灌注占领的真元 如同飞刀一般射入旋无机的身体 下一刻旋无机如同一堆烂肉一般爆炸开来 那血肉挥洒向脚下的密林 一带枭雄就这样 陨身在这无名的山野之中 结束了 林明用力地吐出了一口气 五年时间呢 旋无机从一个他连仰望都不能的绝顶高手 到现在成为自己枪下的亡魂 而不可一世 一直威胁着神皇岛的南海魔狱 也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南海魔狱的战争 到今天终于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剩下的那些残余势力已经不值一提了 旋无机 林明默默念着这个名字 虽说在百年之后 这个名字的主人对自己来说 或许只会是一个小人物 但对林明来说 他却是自己生命中被深深铭记的一个敌人 为了战胜这个敌人 林明付出了无数的艰辛 想想这些年的经历 林明心中唏嘘不已 收起长枪 他才发现 自己竟是在七玄地区天运国境内 一代萧雄炫无机 竟然死在天运国 这种冥冥之中的巧合就像是一种讽刺 也似乎暗示着一种轮回 天运国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我挂机的人了 该回巨坤的小千世界了 父母 鱼儿 姓轩 该等着急了吧 林明自言自语着 向南海飞去 怎么样 大家听到这段 击杀炫无机 开心吗 这是我答应给你们的 击杀炫无机的一段 用我最好的状态 去讲给你们听 我是丹宇道 谢谢大家 林明追杀炫无机的消息 如同长了翅膀一般 很快就传遍南天狱和五行狱 对这两个狱的宗门来说 任何不同寻常的消息 都是好消息 常年处在南海魔狱的阴影下 他们需要看到希望 之前 林明夺具昆商炫羽妾 灭南海魔狱 一条条消息都让人振奋 然而这一次 林明一人一枪 强迫虚空跨越几十万里 追杀炫无机 这条消息实在有点太夸张 其真实性实在让人不能不怀疑 尤其这条消息 并不是如风云谷火阳宗 这样的大宗门传出来的 而只是来自于一个小小的传送阵 四个月前 林明被炫无机封入三万丈深的海沟 危在旦夕 如今才这么一点时间 林明反过来追杀炫无机几十万里 这可能吗 这会不会是南海魔狱放出的烟雾啊 真实情况是林明已经被炫无机击杀 而后炫无机放出假消息 又是其他宗门联手对抗南海魔狱 对南海魔狱南天玉分部发动攻击 接着他好一网打尽呢 父亲 你怎么看 在风云谷 展云坚问自己的父亲道 在展云坚面前坐着一个青山中年人 他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嗯 太离奇了 也许是南海魔狱布下的陷阱 你不这么认为吗 展云坚摇摇头说道 就是因为离奇 我反而感觉他像是真的 如果这消息是伪造的 我只能说炫无机的智商退步了 他不惜损害自己的威名 伪造这样离奇的消息 就算消息传开 就真能起到陷阱的效果吗 青山中年人点点头说道 嗯 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静观其变 值终究包不住火 一切迟早水落石出 我当然也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 炫无机在天运国荒山上战死 在广阔的南天玉 那里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 以至于根本就没人看到那一幕 就这样 林明回到了南海 而巨坤也在魔光的指挥下浮出了水面 体长几十里 轻松碾压阴阳玄公 堪称不可一世的巨坤 如今已经是伤痕累累 坤虚断了几百条 双耳破碎 最严重的就是胸旗上那道一里多长的伤口 使得整个胸旗几乎被撕下来了 如此恐怖的伤口 泡在三万丈深的海水中长达四个月之久 也只有巨坤这样强大的生命强度 才能扛下来 这些伤僵扬起来 怕是得小半年的时间 林明自言自语着 对巨坤这样庞大的生物来说 根本就不可能为它丹药 谁也喂不起 只能让它在深海中捕食 自然恢复 索性南海广阔无比 深海凶兽的树木根本就无法统计 足以满足巨坤这恐怖的胃口 如果能连续捕食一些高级深海巨兽的话 能够大大加快巨坤身体的愈合速度 请不吝点赞订阅